Hello 大家好 这段时间给大家介绍了不少朋友 像非洲巧望族 黄游儿 老鼠转转 还有小诗生雕 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新朋友吧 这位叫小刘 在乌根达也待了五年了 现在也是在做自媒体 差不多也有几个月了 之前的话 也是私下聊了一下 这次我过来专门 约了个时间 今天碰头 相当于是见个面聊了一下 家人小孩的认理 也算是相对稳定在乌根达了 虽然都是拍自媒体的 但是每个人的视角不一样 生活场景不一样 喜欢的可以去关注一下 小刘一家在非洲 反正不同到生活视角吧 让小刘自己介绍一下自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刘一家在非洲 我是何奶奶 在非洲待了五年了 然后一直 现在做自媒体 一直想和唐总见一面 今天是终于和唐总见了一面 在我心里唐总就是老大哥 老好人 我的偶像呀 今天是终于见面了 太客气了啦 小刘也是打算自己创业 可能也是好像你一直上一下公司不太久啊 对对对 然后自己创业 然后顺便拍自媒体 所以说时间也比较聪明 今天的话等一下 他请我去吃火锅 反正今天都有时间 我们去多聊聊多做做 顺便展示一下这边的美味火锅啊 小刘也比较客气 也吃到国内的水果了 哈密夸 猕猴桃 还不错啊 等一下 给那些小孩子啊 那些帮我他们尝一下 这是小刘提的新车 多少钱 两万 差不多十几万啊 这是新的 怎么不买个二手的 全新的 像这样的话 非洲大部分还是二手车 新的比较少的 前两天一直在说碰头 就是等这个车到手 这个也是比较麻烦的啊 搬手需要乱七八糟的 大家看这个车 车在国内没有的 像不像国内的武林宏光 而且还这么贵 看一下这个车型啊 像不像国内的武林宏光 有点啊 但是价格看码的差大了 这边的话还是要有个 当地的司机好一点 有没有驾照 这边的车的话 大概要比国内贵个 两倍到一点五倍吧 嗯 二手都要便宜很多了 新车肯定的 二手的也比国内贵个 一点五倍到两倍 上次研究了一下 看了一下 那做这个生意也不错啊 小牛在乌干达也待了几年了 去阿里兰也吃过很多吃火锅 之前我拍吃火锅的视频都在阿里兰 但是今天他说带我去另外的地方要好一点 是郑重的重庆生开的火锅 到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好了 喜欢的去关注一下 小牛一家在非洲 看一下他拍的那个风格 跟我们有什么区别啊 今天的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喜欢的点击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